文字幕志愿一喀 文字幕志愿一喀 有没有想过 已离世的人 都需要社企服务呢 一切重拣是一间笨状社企 强调丧礼仪式可以简单 但不简陋 令母亲者或基层离世的人 都可以有尊严地离开 社企同时为家属提供心理辅导 为丧亲者疏离情绪 老人家始终身体会离衰退 始终要面对由伤老到毒老 可能有些会变成隐蔽长者 晚期处境很困难很差 那些老人家反过来说 想快点死的人 比怕死的人更多 其实很悲哀的 我们香港也是挺富有的地方 何解老人家要这样的地步呢 我做申请教育 我很想做得落地一点 是一个公众教育 有些基层他没有取终缓 但他未去到终缓那条线 我们帮他去申请一些资助 减低一些殷葬上的花费 免费去做到四至六节的开箱辅导 创办人Pasu同时亦做很多不同的生死教育 讲座和工作坊 今集嘉宾会一起参与生前告别礼 二十四周以下留产胎工作坊 墳墙导想团等等 我爸爸在家里死 那天很冷 他好像在做大戏 那就是好 我们说寿宗正寻 他睡着觉 还在做一个好梦 应该更加好 我希望自己也是这样 这个就是海状 它会浮大约20分钟 它才慢慢沉落水 它就会慢慢分解 如果一个人体化了灰 有多少份量 哇 波姐 你真的什么都不怕说 小心吓到年轻人 火化后它是骨碎 它不是骨灰 食環柱会帮我们再磨一次 磨变成粉状 变成它的容量就好像小了 就可以放到这些地方 不要以为上了年纪的老友记 一说死亡就会好忌諱 你看一下波姐就知道 文派树很多关于殡仪上新的仪式和产品 还很大方和大家分享 趁有离世的经验 尤其是我们是做到做戏的人 吃四海饭 叫做四方八面的朋友都有 死去的朋友也这么多 大家应该打开个心灰 大家聊天 认识多一点 对了 阿孙仔 你就有时间看的 我看了过往很多 不是的 可能突然之间有个意外 都要准备好 始终年青 较少面对有人离世的经验 Sano说对于生死的认知比较传统 本身都是有些传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好像我今天出门之前 其实我的经理人已经跟我说 因为我问他 我应该穿什么衣服 所以我也是觉得很舒服 穿了黑色 但是到了现场看到 波姐已经有个考问 原来我可能一直 有些局限了自己的想法 但是虽然我自己是一个 都挺喜欢去接触 一些新的事物的人 但是我今天真的会感受到 原来这件事是可以这样去认知他的 不要以为Pashu做过这么多桑礼 天天面对死亡就会麻木 一提到过去的经历 仍然都会触动到心灵 他说爺爺的离世就是一切从简的开始 我爺爺他很精灵的 他95岁离世 他去到临过世之前那两个星期 他说明不想做抢救 不要插喉 不要做手术 我就帮他和医生做了 一个就是预设医疗指示 其实对于一个老人家 最后应该是要减少痛楚 舒服地走 是比现场生命重要的 因为我爺爺 其实交代我他的身后事 是要一起从简 但我回顾在那个社区 是一个老人区 那里的老人家 那里拿中援的人 是否可以有他家人帮他做这件事 似乎是不行的 本身这个棺材 成重超过400磅 看来好像很窄 但是实际上他睡在那里 他的成长是可以的 其实一切从简举办的生死教育活动 都一定会有分享环节 好似银舌病病友会会长 Garry委托帕帕斯尔搞的生前告别礼 除了邀请了病友会的医生和病友 波姐和Sando一起参与 都已经告别 会有些什么要做的呢 生前告别礼 其中一个最大的意义 就是我们平时 就算挺熟的朋友 你不会说到 这么深层次的一些说话 去说给他们听 我挺紧张的 甚至乎说一声对不起 好 那Garry 我们现在就准备进去 那我们去 主办人需要入观 透过今次生死教育 带出四度人生 主办人的人生 有什么要道谢 道爱 道歉 和道别 道谢人家很容易接受 譬如你说道歉 有没有人说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我试过 现场大家有借题发挥 就是说出来的 第一个感觉像是串大家 比说真的吵架 开心一点 一笑问恩仇 平时冤枉不说 是 自须你 那天打一只麻将来 捉死我 那大家教起来 是 也会有这些情形发生 那就挺好 至少你冤枉心 不用成是非 不要带着遗憾走 对吗 是 生死话题 你都可以说到打牌 多谢你是可以的 其实说生死 都不一定要很严肃 很哀伤 轻松地去探讨 更贴地 更容易接受 我们一起有十分钟的时间 有一个静默 敲门的仪式 真是欢迎她 真是叫醒她 先人入贯的感受 我们又怎么会知道呢 这次就不同了 Gary就可以告诉我们 慢慢来 Gary 好 谢谢 你好 刚才你们打过的口 很英声 是的 可能也是一个中谷 让自己努力一点 当自己重生 做事再积极一点 精练一点 死亡何时来临 不是最重要 而是有没有珍惜 当下 做生死教 我们都会说 要重死看生 今天我们经历过 重死看生 但第二句 我们是说 要活好当下 希望 都是一个祝福给大家 越对没有任何 因为死亡预忌 反而令到我们生命 是更加有力量 更加多彩的 这个生前的越来 好像可以放下到 很多自己一些 过往积落 所谓累积的东西 放下了之后 我觉得某程度 可能再在棺材上走出来的时候 就好像可以再有力量些 或者可以是一个新的自己 去再走 我听完之后 我都很想快点试一下 我就是觉得 说死亡这件事 都不应该再大家拉上嘴 拉上拉链 因为要让人知道 开放一点 这个心 帕淑本身在艺术学院毕业 家人怕他找不到吃 提议他多学门手艺 二十四岁 入殡仪馆学围体防腐和修复 后来 他要帮一位 堕楼过身的好朋友做修复 对帕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但是同时 亦成为一份动力支持他 去转这间蛇旗 我经历了那一次 我觉得我都沉了一段时间 我后来觉得人死了 我觉得是要那些 去支援人的内心 帮助要面对死亡的人 给他多一些出路 生者比世者的回应就是 我们继续做有意义的事 是可以令他有份的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去做一个不同的工作 要面对亲人或者朋友的离世 这份伤痛很大 但是如果将这份秘相 转化为正面的力量 好似帕淑坚社企的精神 以生命影响生命 帮人自助 这个影响力 将会变得很有意义 帕淑坚社企有一半的服务对象 都是基层市民 有拿中门人士 也有机构转介的个案 今天就会为一个先人去做一个杀灰仪式 波姐和Sano 就和匹淑一齐做殡仪的太太Winnie 参与了一位先人的杀灰仪式 原来是很有紫的杀灰仪式 是的有两种的 有一种是金属的 那种是循环再用的 那种是循环再用的 那种是这种 通常用完之后炸在法宝路 就是这样 这位先人是低收入人士 不是中门人士 所以没有政府的殡仪之助 一个慈善基金 透过社署的转介 接触到申请人 再转介给一齐重拣 处理这位先人的杀灰仪式 那如果没有人帮他做后事 那些东西就放了 就是沙嶺 他就会没有一个碑 写着他的名字 是一个红号 所以有很多独居的老人家 就很害怕这件事 就是过了一生之后 没人帮他处理 这就是骨灰 这是先人的骨灰 波姐和Sano 都是第一次看到骨灰 波姐和Sano 在杀灰器写上 最后的祝福句 就开始送别这位先人 你抱着他 抱着你 对了 不要跌清他 对了 慢慢 虽然和这位先人互不相识 他们都觉得能够和他道别 都是一个缘分 什么都说过缘分 我们竟然为一个自己不相识的朋友 去做一件事 他也都为了我们不相识的人 他又想将一些知识 带入社会 给大家认识这件事 自己如果有一天都想去杀灰 可能我喜欢大自然的环境 可以回归大自然 好像去到最原始的感觉 死亡就是人生的终结 但是Pazhu的生死教育里面 是教大家要从死看生 那天他带了波姐 Sano和两位舍棋实习学生 去到将军奥华人 永远墳墙做道赏 如果走上去一点 就会看到另外一些杀灰花园 第一站就是24周以下 流产胎纪念花园 如果是24周以下流产鹰 其实他的包灰可能 只有一个小小瓶 直接就拿那个小瓶 在这里就会做杀灰 他们不会回家了 有些父母就会做一个小食物 也会有些可能不想留在家 就直接杀在这里 香港每年有五万人离开 流产胎失胎数字佔了八千 大部分24周以下BB 都是交给医院 法律上是一个医疗废物处理 其实父母可以去申请 拿回BB出来 火化之后 可以葬在指定的杀灰纪念花园 其实我们每次和父母来到这里 去做安葬 我们一定会加多一个辅导员 因为妈妈可能 刚刚要面对个BB离开 其实她都很容易有产后抑鬱 所以多一个辅导员在场 情绪上都有支援 除了华人永远坟墙 有24周以下BB煞灰花园 政府位于葵涌坟墙内的永爱堂 亦有免费提供流产胎的杀灰儀式 以及一个小礼拜堂 可以给父母送别BB 这里就是一个礼堂 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儀式 就是哭着只有几个人 蛇企胎儿围体防腐师阿Wing 和负责情绪关顾的姑娘 就和波姐参观了永爱堂 有个祝福 无论她有没有宗教背景 她也可以祝福BB 比如说一些告别说话 最后才送她进去 而且一个告别仪式 对她们也很重要 确认她们曾经是父母的身份 突然间金波 如果要这样送进去 就真的很难过 已经是妈妈的波姐 特别有感触 我真的很压缺 父母一起送双手 都是一个非常难过的情境 现今的社会 很多做父母的收入稳定 才去怀孕 这次孩子走了之后 还会不会有第二次的生命 注入她呢 我是第四胎的 为什么我自己可以生存下来呢 突然间感觉了很多父母 他们浪费了多少心思 坏抱着这一块血 而突然间要自己 两个亲手拐进去 让她安息 我想了很多十年的事 但是那一瞬间 我的脑子很快 所以我突然间很触动 生命的确很脆弱 不论年纪 甚至未出生的胎儿 都可能被死神带走 流产胎的父母 也需要情绪舒缓 我是一个天使妈妈 天使宝宝也是八周 那就是我尊重地去完结她 在地上的这个旅程 好 Pazzo会定期举办 二十四周以下 流产胎工作坊 被这群父母一个渠道释怀 也会向其他参加者 教育对生命的尊重 Sano就和一群年轻人 参加这个 二十四周以下 流产胎工作坊 他还亲手制作了 带了宝宝床和枕头 我以前也有养一只小狗 我都当他是我的小孩 去看待、去照顾 前几年就离开 当时一定有很多情绪 我刚刚做的这个床铺 这个枕头给他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他们的付出 是滲透在每一个生活的细节上 爸爸、妈妈 甚至乎再改一代 我像我妈妈 他真的无微不至 和那种爱是没有条件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 都会令我勾起很多这些回忆 九十后出生 做音乐创作的Sano 他回忆里面 都是听Beyond的歌成长 而Pushu的坟墙度上 都一定会带年轻人 去探望家区的舞 原来离世的人 仍然一直影响在世的人 他的歌应该是鼓励过很多年轻人的成长 但是生命的短暂是否 就代表他人生的价值 就是一样那么短 不是的 其实都是有他很光辉的一面 每一个母亲节都听到他首歌 无法可修飾的一对手 我非常敬佩他 就是为何以他们这么年轻的人 可以作出一首这么好的歌曲 他们的感觉 是多疼他的父母 在他内心 他才会想一首这样的歌 自己这一刻做着艺术这件事 其实很想做到的事 就是自己的每一个作品 都影响很多 影响很多的人 艺人应该留下自己的操行 一定要静念 每一次做每一个举动 一个服务 还是一个作品 其实想像这件事是向善 帮到人 或者可能对人有启发 我觉得这个才是 令到我们又更加有力量去做 我们觉得应该做的每一件事 好像家区的精神永随不恼 一班围体和器官捐赠的老师 同样令人尊敬 他们在医学上有非常大的贡献 帕斯在未成立社企之前 在众大医学院做了11年的 推动无言老师 围体捐赠计划的工作 香港的人的死亡 有四分一人都接近是癌症 是过身的 癌症过身的人 就不可以捐器官 只可以捐眼角膜 生前规划 你是想着想定怎么帮人 但其实我们反而要想多些 就是怎样帮自己 怎样帮我们的照顾者 家人 或者帮我们 在我们离世后的丧亲者 怎样可以走过这个哀伤的道路 在世的人需要面对漫长和哀伤的路 波姐就觉得他们最需要的就是陪伴 而Seno经过这次体验 对人生亦有所反思 要我和朋友安慰的时候 我就生也欢喜 死也欢喜 假如如果我自己活得欢喜 我就会放松 当你放松的时候 他一定会欢喜 我记得杀灰那个时刻 就是我真的拿起那个骨灰的时候 就觉得可能一生人 其实有高又低 所有事情都好像 就好像有句说话 就叫轻于毫无 真的 是否这么重要呢 虽然始终会走到人生的终点 但是在路途中 上司从死看生 可能会有新的体会 让我们活好当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